全球变暖 森林烂乏 空气污染 引发了地球的气候变化 科学研究不停表明 我们地球的臭氧层 持续的被破坏 全球的海平面每年都在上升 谁都无法保证 地球上最美的那些地方 最终会不会消失 你好 我是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论识的 全球即将消失的必去生地 你最想要到哪个地方旅行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在这之前 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 可让你在第一时间 获取我们脑洞大开的最新影片 位于印度的太极林 是世界奇迹之一 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它被称为宫殿之冠 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具代表性的爱情象征 太极林建于1648年 由2万2千人建造 耗时超过21年才完成 太极林在一天的不同时段 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造成成粉红色 傍晚呈乳白色 夜晚呈金黄色 太极林的每个面都是相互对称的 且每个面都酿有珍贵的宝石 人口过剩和工业污染 对太极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其作为有17个化学企业 排放含有硫酸的污染物 严重清洗了领木上的大理石 原本绝白的太极林 出现翩翩黄斑 渐渐失去美感 如果污染问题得不到解决 那么印度政府将在未来5年内 关闭太极林的对外开放 冰川寡家公园 位于美国的冰川寡家公园 也被称为陆地生态系统之冠 这个寡家公园 以其美如画卷的山峰 湖泊和森林而闻名语诗 公园共有762个湖泊和563个溪流 同时它也是珍稀动物和鸟类的生存家园 寡家公园内冰川的融化 会导致森林火灾和淡水的流失 也因此冰川寡家公园的生态系统 和珍惜动物物种 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马达加斯加岛 海岸线长达了58万7千公里 这个马达加斯加 是世界第四大的岛屿 位于非洲的印度洋上 马达加斯加 拥有25万种动物物种 和14000种当地特有的植物物种 它还拥有极为丰富的珊瑚物种 以及世界第三大的珊瑚系统 森林烂法 是马达加斯加岛面临的主要威胁 大面积的乱坎烂法 土壤遭到侵蚀 导致植物完全无法生长 而且还导致当地动物物种的消失 这对岛屿的珊瑚系统造成了破坏 非法捕捞和大量的开采木炭木材 也打破了岛上生态系统的平衡 科学家估计 未来35年内 马达加斯加岛将会渐渐失去原有的美 位于非洲的刚果盆地 是世界第二大的雨林 面积达500英亩 刚果盆地可是横跨了七个国家 因其独特的圆圆环境而享誉全球 这里栖息着大量的哺乳动物 林长类动物 鸟类 鱼类和蝴蝶 如今人类的活动成为了刚果盆地面临的威胁 人类在这里 无节制的开采木材 钻石和石油等自然资源 导致了生态系统日益退化 捕猎导致了该地区动物物种的减少 非法伐木 种植和战乱 也使刚果盆地遭到眼中的破坏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 刚果盆地70%的森林将在2040年前消失 死海 死海是约旦和以色列交接出的一个内陆岩水湖 它也是世界上最低的湖泊 湖面海拔423米 它也是世界上含岩量最高的水体之一 岩浓度为33% 由于岩浓度高 浮力大 人们可以直接轻易地漂浮在死海上 它也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水疗健康中心 因为死海中含有对身体有益的盐和矿物质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死海大幅地萎缩 死海的水位每年下降 据估计在过去的40年里 死海缩小了30%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死海将在未来50年内从地球上消失 或许企业的工业用水 也限制了约旦河的水流到死海 这也是死海萎缩的另一个原因 阿尔卑斯山 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高的山脉 海拔高度为4810米 它位于许多欧洲寡价境内 常年被大量冰川覆盖 每年吸引着1.2亿的游客前来参观 阿尔卑斯山 蕴藏着铜 金 铁 朱砂 石鹰和紫水晶等矿物质 但是雪崩 热浪和全球变暖 使得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 每年都在融化 欧洲热浪也致命般地将阿尔卑斯山 冰川的面积 缩小了20% 随着地球大气温度逐年升高 阿尔卑斯山的冰川融化仍在继续 威尼斯 威尼斯是意大利一座美丽的城市 运河和桥梁综合交错 连接着118个小岛屿 威尼斯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因其独特的建筑和景色 享誉全球 这座城市每天都吸引着至少5万名游客前来 其游客量在全球排名第28 盛大的运河游船 和威尼斯的狂欢节 是该市的主要旅游景点 调查显示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 在未来的50年内 威尼斯将可能会消失 被称为阿卦奥达的大潮汐 是威尼斯面临的主要威胁 海平面上升 也是阿卦奥达大潮汐的主要原因 威尼斯的洪涝灾害 每年都在上升 并淹没了该城市 海拔最低的岛屿 加拉帕克斯群岛 加拉帕克斯群岛是一个由19个华山岛组成的群岛 分布在太平洋的赤道线上 由于没有较大的天底 群岛的野生动物自行生长发育 从而形成了堵质的特点 这些岛屿上繁衍着很多稀有动物 包括不会飞的鲁池 蓝角尖鸟 加拉帕克斯海狮 加拉帕克斯鹰 巨型粉红龟和加拉帕克斯企鹅 许多居住的岛屿人口泛滥 交通 狩猎 乱砍烂罚 以及其他人类的日常活动 正在改变着这里珍贵的生态系统 人类还引进了山羊 狗 老鼠等物种 它们会以本地物种竞争 加速了许多珍惜动物的灭亡 旅游越的过度发展 也是岛屿面临的另一个威胁 土部旅行 非法捕捞 交通建设 摧毁了这里的生态系统 火山爆发 地震 全球变暖等自然灾害 也威胁着加拉帕克斯群岛的生态环境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是世界上最低的寡家 位于印度洋 它是由1200个岛屿构成的群岛国家 马尔代夫因其蓝色海洋 白色沙滩 绿松死焦 而深受人们的欢迎 今天马尔代夫是世界上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每年都吸引着50万名游客 群岛中的许多岛屿 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沉入海底 人类活动导致的海洋酸化 也改变着马尔代夫的核心生态系统 当地总统甚至还提出了以上计划 在印度等其他国家购买地方 作为马尔代夫居民未来的居住地 大宝礁 澳大利亚的大宝礁 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之一 海岸线延绵生长 超过了2300公里 甚至从太空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这里物种丰富 生存着数千种海洋生物 自从澳大利亚政府 在大宝礁开设新的港口进行贸易之后 这里的海水变得浑浊和嘈杂 该项目也严重威胁着 大宝礁中的许多海洋生物 新的煤炭和天然气港口的到来 一定会改变这里的生态结构和自然美感 过度的人类活动也导致了海洋酸化 海洋温度的上升和日益增加的龙泉风 也破坏着大宝礁的珊瑚系统 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情况可能会导致大宝礁中的珊瑚礁 减少一半 你最想要到哪个地方旅行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介绍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